五妹娘万万没想到 自己最为信任的亲姐姐 竟然要和她抢男人 刚刚生了孩子的她 第一时间就将姐姐接近宫中 分享喜悦 可没想到 看到她第一个儿子顺利降生 姐姐竟然极度地当场哭了 姐姐已经守寡多年 看着妹娘能在宫里锦衣玉石 伺候皇上 只觉得这就是神仙一样的生活 心中羡慕的发疯 可妹妹为此遭了多少罪 风光的背后又有多凶险 她却一概不知 偷瞄着年轻英俊的皇上 更是春心泛滥 对于姐姐的小九九 妹娘一概不知 还尚赶着帮姐姐介绍 皇上 春节的姐姐是很可怜的 前年才死的丈夫 现在是无家可归 嗯 何不搬进宫来同住呢 五妹娘仍在深宫 习惯了你来我往的刀光剑影 眼下得知 最为亲近的姐姐 能进宫陪伴她 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 完全没有防备 可姐姐却是暗自 打起了小九九 憋着劲儿 要挖妹妹的墙角 好不容易找个机会 和皇上制造一次偶遇 满园鲜花的硬衬下 姐姐是人比花椒 格外水灵 一下就让李智看直了眼 再吐露一下自己的伤心往事 李智顿时更心疼了 妹妹真是好福气 都是一模所生 为何我就如此命苦 你们姐妹天生丽质 这都一样的喜欢 不会让你受委屈她